三大地雷魔鬼的早餐 這就是每個人都會吃的東西 這樣就要別人吃什麼 十個裡面進去有八個會點這一包 飯堂真的很可怕 它很油 它的熱量是非常可怕的 不願意接受現實 大家好 我是嘉一科醫師 天使的代表陳新梅 我是惡魔代表營養師明華 歡迎收看明星醫療室 陳新梅 妳會不會吃早餐 偶爾吃偶爾不吃 很多人可能因為懶啊 上班都來不及要遲到了 所以她就不吃早餐 而且有人說吃早餐比較不會怕 對 就要吃好吃滿 吃很多 什麼樣是對的 什麼樣是錯的 我們就帶大家來開箱 天使不可謂的早餐 走 魔法 魔法 變變變 今天來到了這個西式的早餐 對 這種不食人間煙火 平淡無聊的早餐 都吃些什麼 果味這邊其實很燒到 所有的西式中式早餐太難選了 今天選了三個東西 三個隱藏式的重點三個 唉唷 第一個重點是蛋白質 第二個重點是蔬菜水果 第三個重點是原型食 好 結束 還沒結束 剛開頭耶 講說要講太久了 人家已經關機了 好好好 先不要關喔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講 通常我們早餐最常會接觸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過度加工的原本 蛋白質 因為它基本上它符合兩個 原型跟蛋白質成本 這一個啊 有玄機藏在裡面是不是 它裡頭是酥肥脂 唉唷 我覺得它可惜了一點 就是它如果加點蔬菜 我覺得滿分的 酥肥脂是優質的蛋白質 我覺得很多時候早餐 我們都是假決抽吧 可是這個飽足感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些好的東西 再來讓它是健康的飽足 這個是什麼啦 其實當時我點的是 這你平家也帶來了吧 不是 就是老闆有穿透我的心思 站在營養師的觀點 早餐店有賣醬子的 真的代表是滿用心的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大胃王 你可能吃了一個漢堡 吃不飽 再這樣搭便會是比較好的 你就可以在家裡 先擺著一些牛番茄 發熱 牛番茄我就倒著火就來了 真的我會這樣建議 我自己一些減重的病人這麼做 探完之後它會固定形狀的 比如說玉米筍 杏鮑菇 這種在吃這些所有的早餐前 你可以搭配著吃 早餐的蔬菜 你也就也同時攝取到 你看天不天實 快點拍手啊 好啦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什麼是惡魔的啦 這一塊才是屬於 真的是接地氣 你講的就是那種 噓飄飄 我很認真幫大家看 當然的確真的是健康 很多人他其實 往往都會覺得 對早餐有點太放鬆了 今天列出了 三大地雷魔鬼的早餐 是不是正好都是觀眾朋友 你每天都在吃的呢 第三名呢就是小魔鬼 應該不是我眼睛看 大家就會把我剛剛講的蛋白質 自動轉成雞塊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它是油炸的 再加上很多人就會這樣子 有沒有 噢噢 這好好吃啊 我真的白眼都翻到後腦燒了 很多人他會加 非常非常多的醬料 這個就是第三名的地雷 要注意一下它的油啊 跟一些加工 就是炸物的東西啦 第二名呢 欸你可能是沒有想到的喔 蛋餅 我跟你說蛋餅大家超愛點的 問題就是你說的裡面加的東西 它加了培根 它是一個加工的肉 如果你常常吃的蛋餅是加什麼 培根啊 火腿啊 肉鬆啊 這些比較加工 油脂比較高的一些內餡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要 外面已經是炸了就是 油上加油 玉米蛋餅嘛 或者是酥菜蛋餅 對酥菜蛋餅 鮪魚蛋餅的 這個就稍微比較可以接受 真的要吃內餅就改得下來了 第一名呢就是 大 火 腿 鐵 板 麵 幫我下音效 登登 看那個醬真的好可怕喔 因為這樣才好吃啊 所以它那個醬根本就是 整條麵條包裹之外還會滴下去 很多人吃完之後還會刮那個汁這樣 或者是直接拿起來這樣 它的熱量是非常可怕的 你選擇就是每個人都會吃的東西啊 是不是 前面那段你可以快做 然後聽我這段就好了 調整要怎麼調整呢 一個禮拜七天最多七天 夠清楚了吧 真的要是 我覺得你比我還不天使 我們只能用頻率來做一個 兼得限制 我們現在要講一個大家 更愛吃的就是中式類的 那我們現在進到中式料理 中式食物其實比較有一點機會 吃到蔬菜 這個裡頭其實從頭到尾的精華 再一個東西就是多了 加蔬菜 中式料理 我開始期待了 第一個料理的是蔥蛋 請問一下這個跟剛才那個荷包蛋 差在哪 好吃嗎 只有一個主題就是加菜 我們從蛋變成了蔥蛋 你好用心喔 我真的很用心 第二第三道真的好容易點蛋 但是你可以多點一點點 比例上喔 但我還是要講 你不能狂吃 它就會變NG食物 韭菜盒子 而且我發現 你這韭菜盒子的外貌 好像有點不太難 特別挑過 據說老闆他們是用烤的 因為一般韭菜盒子都是用炸的 落入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墊粉會稀油 但它這個是用烤的 我覺得這一關就有點過 韭菜盒子我覺得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吃完的時候你嘴巴會臭一點 哈哈 我是沒有講到重點 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打開有非常多的蔬菜類 我其實這個就是菜包 欸 你看 真的 我覺得天使主有一個組合蠻好的 怎麼樣呢 就如果他真的等著你稱讚我 你這樣就不想講 如果針對一些胃口比較大的男生 對 就可以點一個肉包然後配一個 蔥蛋 又有優質蛋白質 然後又有一點點的蔬菜 趕快講一下惡魔食物有哪些 就是吃的屬於比較便宜進來 這就是大家會常點的東西啊 我覺得你要提醒大家 我覺得叫大家不要吃欸 不是一樣嗎 就一個禮拜 七天一天嗎 一家一天 大家還記不記得 剛剛前面講的那個西式的 人家到底這裡才會關掉 真的嗎 因為全不想聽 不願意接受現實 中式早餐 真的稍微比較魔鬼的三個組合 第一個呢 其實跟你有共同點 就是它是包內餡 它剛好包的是肉 對 大家真的蠻喜歡吃這種 有沒有 包過小包 煎餃 包肉的大部分其實都是有些肥肉的比例 有些油在裡面 油內餡呢 是蠻地雷的 但是強調 魔鬼的食物不是說完全不能通 因為我們還是要接地氣 就是你吃的頻率 第二個呢 就是更常見的 這樣叫別人吃什麼 十個裡面進去 有八個會點這一包 我自己是觀眾朋友 我會生氣齁 好 你說啊 第二個呢就是 這個真的是 其實它最主要問題大家都知道 就是油條 如果你把這個油條換成 蔥蛋 燒餅包蔥蛋 現在還有啊 就是燒餅會包一些生菜 對 就OK了 燒餅包油條就是 沒有蛋白質 沒有蛋白質 沒有蔬菜 全部都是澱粉跟油 很強 那第三名呢就是 登登 這名就是我會吃的啦 真的 我只能說 飯糰真的很可怕 它很油 怎麼可能 它米飯上面全部都是油啊 熱量除了來自於這些內餡啊 還有來自米飯之外 其實它的米飯本身有很多的油 780大卡 對齁 中式裡面其實算是 比較地雷的部分 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平衡 今天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中式西式 大家做一個參考喔 那我們明星醫療室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魔法 魔法 變變變